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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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面粉200克 水140克 酸肿40克 盐4克 起司50克 这就是所有的材料啦 跟平常一样第一个步骤就是混合面团 我这次录影的时候特别把时间还有重量都录进去 希望可以增加一点冷藏感 因为搅拌勺上会剩下一点酸肿 所以我加到39克就停手 接着加入140克的水 4克的盐 最后加入200克的面粉 搅拌到看不到大颗粒 蓋上保鲜膜30分钟之后就可以来进行第一次折叠 可以先使用搅拌勺 把刚刚残留在搅拌勺上的面团清干净 然后手粘时改用手折叠 盖上保鲜膜静置发酵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之后进行第二次的折叠 第二次折叠完之后盖上保鲜膜 再发酵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之后已经可以看到底下有很多小气孔 放入冰箱过夜 把面团从冰箱取出来之前 隔在另外做了一份新的面团 这份面团是在第二次折叠之后不放入冰箱 直接在室温下继续发酵3个小时 在第二份面团进行第一次发酵后的一个半小时 从冰箱取出第一份面团 并且在室温下发酵3小时并且整形 稍微提醒一下 现在影片上面的步骤是针对过夜的面团 不过夜的面团详细步骤会在影片结尾做回顾 在玻璃缸中对第二份面团进行第二次折叠的操作之后 我就直接把它移到烤盘上 和第一份面团一起做最后的发酵以及整形 最后的发酵时间记得要盖上室温 一个半小时之后可以先开湿布稍微整一下形 手指头沾水之后就可以在面团上压出一个一个的小洞 盖上湿毛巾再等一个半小时之后发酵就完成了 等待的过程中可以先把起司切成块 如果你是用起司条的话就可以省略这个步骤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起司摆上去并且进行最后的整形 最后整形前先在上面撒一点橄榄油 然后用手指头在上面压出小洞 压的时候其实可以感觉到两个面团就有点不一样 放冰箱隔夜的面团是比较柔软压下去会有气泡感 当天现做的面团则是比较扎实 烤箱预热好之后以180度烤20分钟 如果你喜欢焦脆一点可以选择烤25分钟 面包出炉啦 我用了两种植物性起司 一种是不会融化的 但这个会融化的看起来非常好吃 半个小时放凉后我们就可以切开来享用了 首先是隔夜的 切开来之后有很多的气孔也很有弹性 再来来看没有隔夜的 切口稍微比较不均匀 但也是很有弹性 我们放在一起做个对比 然后请试吃员试吃 好吃 这比较坦诶 然后这比较松 就是 我觉得这比较好吃 味道有差吗 这个比较 面粉味比较重一点 这没什么 这比较好吃 所以看来获胜的是 放冰箱隔夜的面包 其实两种做法做出来的面包都还蛮好吃的 其实放冰箱隔夜的面团做出来的面包 弹性比较佳 风味比较好 所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放冰箱隔夜哦 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起司佛卡下的步骤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在这边就跟我说说你想看什么样的主题 咱们今天的鸭皮到够家 瓜喜悦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